本后把你们养育成人 不想看到你们骨肉相残 皇位的事情就交给命运吧 在大舟山脉 有一处藏着龙脉的地窟 那里代表了我们的王朝气运 你们两兄弟可以前往那里 谁被龙脉认可了 就证明谁是天命所向的帝王 如此甚好就依母后的 天草母后 这臭小子 别想和我争罗龙脉 从小到大 我可没输过他 不能输给沈长天这个圣蛆鬼 圣皇活着的时候 皇室还是一片平和 如今却是骨肉相残的局面 我大舟王朝 难道没有未来了吗 大哥 这次大舟龙脉之行 你要助我一臂之力啊 什么报仇我都愿意 实在不行 拿成鱼妹妹来场也行啊 爷爷不是不可以啊 你这个无节操的家伙 我劝你好自为之 好好反思 你想当真正的强者 就自己让龙脉认可 我若是帮你 只会害了你 我懂了 触发天命任务 任务 帮助沈长青 得到龙脉的认可 成功奖励 六十点法力 恢复至尊圣体 失败惩罚 沈长青 失去繁殖能力 实现一天 可以恢复至尊圣体 那这次必须完成任务 大不了任务失败 让沈长青失去当爹的资格 沈长青啊 你现在还年轻 大哥我还是会帮你搞定龙脉的 啊 大哥翻脸的速度 比我和妹子窝里逗的速度还快啊 好了好了 我们现在就出发 快去大洲山脉 有张义的插手 脱去龙脉就不容易了 怎么办 魔女大人 你一定要帮我 张义那小子很不好对付 放心 张义包在我身上 如果不是为了拿到龙脉 早就宰了沈长青这个废物 用皇室特权就是方便 能直接进入龙脉地窟 想找到龙脉 就要跨越三道关卡 其中第一关 便是刀山 而我们面前的 就是困难重重的刀山 普通的修士 根本难以攻克 这不就是放了一堆刀刃吗 我的建议是 先来一颗火箭弹 召唤RT7灵气火箭盒 大哥 有这种逆天法宝 我们还有闯关的必要吗 我觉得没必要了 公子的宝贝威力可真大 继续前进 紧急下一个关卡 这里名叫火海 其胸险程度 远超到刚才的刀山 大哥还是小心为妙 比起刀山火海 还是任千筹比较可怕 他和沈长天一直没有出现 肯定是想利用我们通关 公子 我用灵气搭建了一座桥 不是吧 公子的侍女都如此想大 淡定淡定 这都是基本操作 真不错 坐享其成的感觉真不错 还是魔女大人机智 不费吹灰之力 轻松跟踪到了第二关 魔女跟来了 你先去探索第三关 这里交给我 大哥 小心 大哥如此任性地帮我 我绝不能辜负她 我沈长青绝对不是大家眼里的废物 我是要继承皇位的男人 我一定要闯过第三关 得到龙脉的认可 圣前仇 快去阻止他们 龙脉必须是我的 只为这里是皇宫吗 还在罚好实力 你把我带到这里 已经是去利用价值 龙脉是属于我魔宗的 你 随意斩杀大洲的皇子 不愧是你们魔宗的作风 你们两个化灵器的杂鱼还太嫩 难我夺龙脉者 死 这魔女的修为 是原因高等的境界 任天仇的修为在我二人之上 只能借助法宝来折磨她 召唤 神之笔 老笔 圣玄宗五年一次的考核正式开始 一个连圣玄宗的门都闭不了的人 就能不能够崇拜我家王层 白墨淘汰 下一个 七头 使用一次断屋机会 第五层亮了 身为魔主亲子 纵然第五层又如何 我圣玄宗不受 那叫秦宇 真的 你让他九层亮起来 秦宇啊秦宇 当年留你一条命 你在大方苟且偷生不好了 非要来自取命 赵殿 李清禾 秦家血肠 今日必将让二人血债血肠 秦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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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能 他明明已经经脉尽孙成为废人 怎么会 让我真正想的能够完吧 秦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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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秦宇 大秦宇 这是神经啊 系统检测到 游戏程序遭受到恶意代码的破坏 部分功能现已受准 玩家现在 将作为游戏大boss 六龙头 开始新的暴险 这都是些什么呀 退出 我要退出游戏 我怎么这么倒霉呀 怎么办 我们今天晚上都遇到无路可逃了 快跑啊 他们来了 快 人家里有何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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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音 这就是你说的 我又要成立出去 先要苦起新智 牢起金骨 现在够了吧 还不明白吗 父皇已经抛弃你的废物了 从今天起 朱爷我就帮你开启修围 选一把 可是世上最强的劲 好饿啊 谁能给我送点吃的 嘿嘿 我要撤了你 人类 借你小命迷呀 不 不可能 冥冥迷和凡人无异 不 饶我一边 接下来 就让我见识一下 无敌剑狱 到底有多强吧 来 圣玄宗五年一次的考核正式开始 一个连圣玄宗的门都关不了的人 竟我能够重大我家王城 白墨淘汰 下一个 起头 使用一次多个机会 第五次亮了 身为魔主亲子 纵然第五层又如何 我圣玄宗不受 我圣玄宗不受 打架尽力 真的 一定要他九层六气了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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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